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民军队站在一起 不再做军事独裁者的傀儡 并最终选择向同盟军组织投诚 5月1日 明定民族民主同盟军611民族旅盟营集训队在驻地举行开训动云大会 同盟军611民族旅副政委金国新作战处处长卢树强出席会议 部分引主官及集训队学云共200余人参加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大会在辽量的同盟军军歌声中拉开序幕 金国新副政委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首先代表611民族旅对苍训的新兵表示欢迎 并向苍训官兵介绍了当前明定国内外行事 要求所有官兵应做好应对未来局势变化的战斗准备 金国新副政委着重强调了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他表示革命不是勤客吃饭 作为当代革命军人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觉悟 他同时要求学员珍惜当下所拥有的良好学习环境 因为这些都是革命星链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 此外 金副政委还对此次参训官兵提出两个综手 1. 要求参训官兵综手好训令迄今的行政管理规定 2. 综手好群众几率 做好团结工作 会议最后 作战处处长卢树强介绍了本次集训的相关管理制度 他要求此次集训必须做到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 将训练常识战化 要有令识多流汉 战使少流血的思想准备 集训学员要认真完成好集训队安排的课程及学习任务 在有幸的时间里 首领掌握运用手中武器 做到有备无患 嬴政以待 本次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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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